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这两样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时候喝 你就可以宣费排毒 还可以生发阳气 特别好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初夏养生的一个重点 现在我们是夏天第一个月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重点就是 一个是提升我们的阳气 因为现在是第一个月夏天 那么阳气在逐渐往上走 最终走到下一个月 它走到顶峰去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帮助它宣发 另外一个就是把肺气给它宣发出来 去排毒 因为夏天其实是我们养肺的一个季节 但这个时候你不能够补肺 就是宣发它 让它把毒气排出来 那我想问一下 这俩东西都属于比较热的东西 对 夏天喝它会上火吗 不会 如果你正确地喝就不会 其实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 这两个都是热的 但是我们春天不建议你喝 春天你喝一定上火 一定要等到立夏之后了 才允许喝这个了 为什么 你看啊 夏天是最适合吃姜的季节 一年四季中 你可能说有的人他怕那个姜辣 或者怕姜热性啊 一年四季中 其他三个季节你不吃都没有关系 但夏天就要求一定要吃一点 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 夏天的时候呢 天气很热 我们的血液都留在表面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里面是一片虚寒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姜 姜是温中的 温脾味的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用姜 来温我们的脾味 这个时候如果脾味温暖了 它才可以提高它的消化能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姜是杀菌的 夏天其实是很脏的 很多的病毒 特别是我们吃东西都很容易拉肚子 这个时候用姜 它是一个杀菌的作用 第三个就是说 它的生发氧气 夏天我们特别需要生发氧气 有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喜欢打盹的 对 春困秋乏夏打盹 睡不醒松 大月到夏天的时候 就是特别容易困 尤其到下午 一两点钟的时候 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阳气它不生发 当我们青阳不往上升的时候呢 整个人就觉得往下垮 你就快想睡觉 甚至于你看老年人 他们的青阳生不上来 所以他的眼皮会往下搭了 对 人越老 这个眼皮就越往下垂 这种都是青阳不生 所以我们要提升阳气 当你一提升阳气 人整个就清醒了 然后头脑也清醒了 记忆力也不会减 对 这个就是姜的作用 它是往上升的 提振这个阳气 那枣呢 枣的作用呢 它就是暖脾胃 而且是补气的 枣是特别补气的 很多人都以为枣补血 枣是可以补血 但是它最大的好处是补气 当我们补气补好了以后 才能生血 所以这是枣的作用 补气了以后 它还暖脾胃 把那个脾胃也给补好了 所以他们两个加在一起呢 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呢 一个呢提升阳气 一个呢是补脾胃之气 一个呢是温中的 就是暖脾胃 一个呢就是增强脾胃的功能 再一个呢 姜是汽水的 而枣是补水的 所以他们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既不会太燥 又不会太湿 这个酱脏茶的功效呢 他们两个加在一起 第一就是排毒 它是通过补我们的脾胃和肝 来排毒 帮助我们排出 我们主要是中胶的这个毒 也就是在我们消化系统的毒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特别的促进水分代谢 所以呢有很多人 我们讲过 有的人胖呢 它是血脂 有的人胖它是水分 是胖就是水分 它无法排出 所以它特别促进水分代谢 所以很多的 特别是女生 有些女生 她就会觉得自己四肢 都有点浮肿的感觉 对对对对 喝完以后呢 就会觉得瘦一些 这个是它的第二个好处 第三个呢 它特别提升我们的消化系统功能 它是一种调和 我们中医讲调和盈味啊 就是调和这个消化系统的功能 所以特别是对于就是 感冒以后消化系统失调的这种问题 特别有帮助 很多小孩 他就胃口不好 因为小孩有的变黄肌瘦的 不肯吃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都是用蒸澡茶 给它调和它的消化系统功能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有的人容易在下巴上长痘痘 这块长痘啊 对 这种痘痘呢 它实际上是下胶有寒湿造成的 如果用其他的去痘痘方法都不行 只有在脸上长痘 我们采用去青春痘的那种清热解毒 下巴上长痘痘 一律都是用蒸澡茶的 你不要在急性发酵的时候用 就平时用 用了以后呢 慢慢就会发现 这个痘痘不长了 就这样的 它是一个预防的作用 我就是在这个痘痘中的 你有来这种痘痘不长的 我用那个痘痘的 也有一种痘痘了 我看一个痘痘的